內幕曝光 胎子黨急了 習近平有麻煩 前英國元帥示警 他核戰只是幾步之搖 酒樓有關中共消息 俄罕運局一高管被解僱 又一名美國記者在烏克蘭遇害 拍檔崇遠 羅馬會晤前後 美國軍向台灣簡報 北極經見異狀 專家擔憂影響人類 中美羅馬會談以失敗告中 意味著中共更深入捲入俄烏危機 中共會向俄羅斯提供哪些軍事援助 也開始受到軍事援助 各界密切關注 在引發歐美制裁之前 北京力撐莫斯科的立場 先在中共內部引起大分裂 反習勢力龍頭江澤民以詭異形式露面 台灣中央社3月15日報導 微信公眾號《一個時代的記錄》 這個月9日轉載已故中共外交官吳建文一篇 有關911的文章 並特意將題目改為《烏克蘭危機讓人想起911事件》 關鍵時刻 江澤民當機立斷 為中國贏得10年的預期 中央社認為文章隱含借股奉金的意味 中共力來將不干止視為權力重器 對輿論的控制無所不在 這個公眾號敢於在20大前圍繞習近平的政敵江澤民來做文章 借股奉金 恐怕是中共內鬥中的一步 最近通過各種媒體 自媒體不斷傳出中共內部大分裂的信號 《華爾街日報》3月15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一些仍然有話語權的中共元老最近公開反對習近平打破既定的接班制度 文章點名前中共總理朱鎔基 《華爾街日報》說 雖然目前判斷對習近平的挑戰究竟有多嚴重終為時過早 但要知道 只是在幾個月前 說習近平的權力受到任何質疑都是不可想像的 對於引起這種變化的原因 《華爾街日報》認為 除了中國經濟危機之外 還因為習近平與普京的結盟加大中共與西方的紅溝 令中共高官擔憂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觀察人士認為 圍繞中俄關係 中共、習近平與中共權貴之間出現利益衝突 中共試圖借機超越俄國和美國 成為統領世界的力量 所謂的中共智囊鄭永年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第二天發文稱 戰爭將減緩美國轉向印太的步伐 這意味著 只要我們自己不犯顛覆性戰略錯誤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僅不會被中斷 中國反而更有能力和意志 在新國際秩序的構建過程中 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 習近平就被認為從普京的行動中 看到了處理台灣問題的機會 但中共權貴感受到的是更多的威脅 視頻人袁紅兵3月15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 歐美針對俄羅斯富豪的制裁 在中共內部引起恐慌 現在中共內部的關鍵點是 最怕習近平打台灣 那麼美國一制裁 將海外的這些太子黨家族 所有的錢財都被沒收了 怎麼選? 袁紅兵透露 美國制裁俄羅斯富豪的目的之因 就是震懾中共太子黨 希望他們從內部阻止 習近平發動台海戰爭 結果目前整個太子黨內部 原來矛盾重重的一些家族 現在幾乎都要聯合起來 他們認為習近平2024年之前 一定會對台灣動手 因此非常擔憂 袁紅兵說 現在太子黨家族就來電了 不僅是太子黨 包括一些新權貴家族 除了台灣問題外 中共堅持在軍事和經濟上援助俄羅斯 也可能引發歐美制裁 中共暗中支持俄國入侵 想不到被反咬一口 俄烏危機可能成為引爆中共分裂 令中共內耗的導火線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即將進入第四星期 英國國防部3月15日在更新每日戰方式透露 俄軍船相過於慘重 以至於只好從遠東補充兵力 英國國防部透露俄羅斯在招募士兵 政兵的範圍已經擴張至 募首邊界的俄羅斯東部軍區 及著太平洋艦隊 甚至亞美尼亞 更尋求越來越多的非正規來源 包括私營軍事公司 及來自敘利亞等國的僱傭軍 未來俄羅斯很可能會利用這些部隊 來控制被佔領領土 釋放其本國戰鬥力來重啟進攻 英國記者安德魯尼爾認為 英國國防部給出的信息非常重要 意味著侵污俄軍陷入真正的麻煩 美國官員稱 目前俄軍隨得進展仍然有限 在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郊區 俄軍持續遭遇烏克蘭的硬固抵抗 在首都基庫遠程轟窄 越來越頻繁襲擊住宅區等民用目標 烏克蘭焦點網站還報導 在重要港口馬里烏波爾 烏克蘭國民衛隊亞速營擊潰俄軍軍事情報局特種部隊 一名俄軍少將陣亡 這是俄羅斯第四名陣亡將領 基庫從15日晚起實施35小時宵禁 基庫媒體分析 俄軍將在未來48小時內鎖定基庫展開猛烈進攻 烏克蘭官員警告 基庫市長克里契科警告 首都正面臨艱困而危險的時刻 但他同時強調 幾乎是目前歐洲自由與安全的象徵 和前沿陣地 我們不會放棄 這是我們的家園 我們要保衛我們的孩子和家庭 我們的城市以及未來的烏克蘭 與此同時 已退役的英國元帥 外德華斯金格在接受倫敦廣播公司採訪時警告 目前全世界距離核戰爭只有幾步之遙 斯金格說 這就是為何西方領導人對俄羅斯實施嚴厲制裁 並持續向烏克蘭提供援助 因為核戰爭已不再是不可想像的 而且那些人在進行政治謀算時 肯定在衡量核戰爭的可能性 因此 拜登和所有其他國家元首 最近的路線非常直接了當 斯金格說 目前已經可以勾略出 一個可能導致核戰爭的連鎖事件 從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 都動用核武器只有幾步之遙 我認為對任何有理智的人來說 這都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前景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15日 與英國聯合院精軍領導人進行 視訊匯議士說 烏克蘭可能不會很快加入北約 多年來烏克蘭人 一直聽說加入北約的大門是闖開的 但現在聽說烏克蘭可能無法加入北約 必須承認這一點 這被認為是烏克蘭載到俄羅斯 伸出橄欖枝 因為烏克蘭加入北約 正是俄羅斯的侵略藉口 3月15日 俄羅斯生意人部引述知情人士披露 俄羅斯航空運輸局負責 確保飛機航行能力的 庫迪諾夫已被解僱 有業界人士對路透寫證實這件事 綜合媒體消息 庫迪諾夫上星期透露了俄國 試圖從中國採購飛機零部件 確被中方拒絕的內幕 庫迪諾夫當時說 從中國採購飛機零部件的努力失敗後 俄羅斯考慮從土耳其和印度那裡獲得急需的飛機配件 俄羅斯航空運輸局拒絕對這件事表態 德國之聲認為對於中共而言 庫迪諾夫的言論極為敏感 華盛頓曾對北京強硬表態 如果違憶制裁 幫助俄羅斯將自食其果 白宮沙奇也明確表示 美方有一系列手段 可以在必要時用在北京身上 美國福克斯新聞執行長斯科特 3月15日對內部員工發電子郵件 證實有攝影師在烏克蘭受到俄軍殺害 綜合外媒消息 遇難的是資深攝影記者 扎克爾夫斯基 示範於14日 扎克爾夫斯基和拍檔霍爾 在基庫郊外的村落哥連卡 報導當地受俄軍郵論的狀況 結果被俄軍攻擊 扎克爾夫斯基當場身亡 霍爾被送院搶救 扎克爾夫斯基是第二位 在烏克蘭殉職的美國記者 此前 歸美國時代雜誌工作的雷諾 在基庫附近的伊爾平被俄軍槍殺 美中高層3月14日在羅馬會晤 議題包括美中競爭 俄烏形勢、北韓局勢 以及中共對台海的挑釁行為等 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言人歐國安表示 美中高層會晤前後 美方都向台灣進行簡報 據自由亞洲報導 歐國安表示 外交部在台北及華府 與美方都有緊密良好及順暢的溝通管道 歐國安指 自拜登政府上任以來 已經多次強調對台灣的支持與承諾 堅於盆石 這個立場不僅反映在美方 月前發布的《印太戰略報告》中 也透露派遣跨黨派資深訪團 抵達台灣訪問等方式 以實際行動力撐台灣 歐國安還呼籲 中共應該配合國際社會的積極措施 以制止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暴行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 3月14日發表的一篇論文指 科學家在北極圈海底發現41個巨坑 研究認為 巨坑以上快速生長 加上氣候變遷 未來可能會影響人類生活 CNN報導指 研究人員曾分別於2010、2019年度 阿拉斯加北方的波伐特海 標佛斯繪製海藏地圖 之後第三次觀察時 就發現26平方公里內 出現41個內側糾縮的巨坑 最大的坑洞深30米 約有10層樓的高度 長約225米、闊95米、平均深度高達6.7米 他們還觀察到有很多高度約10米的小幽靈土質 含冰 研究團隊認為 可能是海底永凍土用法 其中的甲圓噴發形成巨坑 不過上次觀察時 還未出現這一情形 顯然巨坑是以以上的速度發展形成 研究團隊認為 如果海底永凍土用法排出溫室氣體的話 氣候環境亦會有很大變化 這節的新聞和大家分享到此 多謝你的收聽 下次再會